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郭同学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同事 以及他们都开什么车 这是我们图文组的田宇同学 宇哥你今年多大 90 90年开了一个大鼻孔新七系 一般般吧 好吧你强你强 我再介绍另外一位 这是我们图文组的华清同学 华清你今年多大 95的 95的开捷豹插钩L 还是V6的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平常我工作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之下 所以现在熬到年底了 我必须要释放一下 走 我们现在在天津的城区 开的这台雷克萨斯LS 其实这一路上我发现 LS的回头率真挺高的 那平时我们在路上 其实像七系S级A8L 我们都看腻了 而我在路上 除了那些M760 或者说是麦巴赫V12 我会看一眼 但是看到雷克萨斯LS 我还会是非常仔细的看 第一是因为这台车与众不同 第二就是这台车 真的是太少见了 那作为参考 去年一年的时间 奔驰S级除了麦巴克S级 它卖了2万多台 而宝马的7系也卖了2万多台 但是雷克萨斯的LS 它的销量在中国 并没有破五位数 那一方面是 它价格其实是比较贵的 售价是87.8万到118万 那这个价格 其实比那些德系的三位对手 都要高一些的 而且咱们喜欢的这些切子 还有一些折布的装饰 只有在顶配车型上有 当然我相信喜欢LS的朋友 还是非常多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咱们这些年轻人 那我们喜欢LS的这些年轻人 这些年就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 努力赚捷 最终先停了一辆ES 那毕竟这个LS想实现起来 其实还是挺难的 那这套动力总成3.5升的V6发动机 加上电动机配一个时速的变速箱 它绝对动力真的不弱 这台大型车的百公里加速只有5.4秒 但是这个动力 你其实感觉不到它有多么暴躁 这个动力大多数的情况下 还是娓娓道来的 不用闪电鞭 也不用接化发 就用一套太极拳 就给你制的服服帖帖 因为电动机有179马力 在经济和普通模式下 只要你善待你的油门 都可以以一个纯电动的状态下去行驶 这种车里面是非常安静的 而当你油门深踩 或者说速度上来的时候 绿油缸发动机迅速介入 介入的这一下还是挺明显的 你能明显感觉到有声音 时速的变速箱 由4AT加上ECVT构成 那这个变速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顺 我觉得它的平顺性是好于那些传统的 六缸纯燃油豪华车的 不过呢 这台车的底盘质感方面 我觉得还是一般般 它的绿震的效果 并没有说像7系 或者说奔驰S级那种高级感 我觉得震动来的还是有些直接 那对于台100万车的来说 震动这个直接的感受 让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接受不了 不过在风噪和底盘噪音的隔绝方面 我觉得这台车做的还是非常非常可以的 那雷克萨斯的LS车主下班回到家 在车里面可以享受到这种非常宁静和谐的氛围 然后听着属于自己的马克莱文森 看着外面都是豪华的夜景 想着那些其他车的车主 看着这台漂亮的雷克萨斯LS 可能会想它的车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可能比较有品味 有格调 而且还要有实力 那想到这里 我这个体验一天LS车主的人 嘴角还有些轻微上扬啊 当您回到家 停好车 准备享受男人这一天最安静的十分钟 我建议您来第二排坐一下 LS的第二排空间虽然说没有那些德系家常对手那么大 但是我们有这种奥特曼座椅 那这时候你可以躺得很舒展 一个半躺的姿态 然后打开座椅按摩 LS的座椅按摩并不像很多传统车厢那样 是拿小拳头在顶你 它是真有那种指尖按压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座椅按摩的体验 至少是一个298以上的水平 那这时候你可以听听音乐 或者干脆安静静放空下自己 欣赏一下这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内饰 我相信你会放松的很快 然后锁好车上楼 去迎接那个一家之中最重要的决策 我们现在拍摄完成 正在回去的路上 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那去年这个时候 我借了一台雷克萨斯的ES300H 作为我的新年礼物 那今年我又借了一台LS500H 那为什么到了年底就想开雷克萨斯呢 其实我觉得人到了年底 特别容易感觉到比较大的压力 也容易焦虑 尤其今年这个2020年 我们经历了各种跌宕起伏 感受到了很多心酸和无奈 而这种不平凡的岁月 往往又蕴含着很多音域 这时候就特别考验 我们是否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而雷克萨斯这个品牌 以及它旗下的很多车型 都给我一种从容自若的感觉 置身于平常风景 享受周围生活带来的真实和静美 虽外观自外锋芒 但内心波澜不惊 光而不要这四个字 我想不仅仅是LS的产品灵魂 也是雷克萨斯这个品牌 给我带来的为人处世之道 喜欢记得分享哦